我听花仙子姐姐说,这是一个神奇的许愿池,里面有好多漂亮的小珠子,只要对着它许愿就可以成真,但是花仙子姐姐又说,只有心地善良的小朋友许愿,才能许愿成功,那我来试试吧,神奇的许愿池,我喜欢漂亮的裙子,能不能送给我一条漂亮的裙子呢?我的心地可是很善良很善良的哟,好啦,愿望许完了,那让我来看看我的愿望有没有实现呢? 哇,真的出现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呀,太好了,有新裙子了,嘿嘿,回家穿新裙子去咯,刚刚白雪公主说这里可以实现愿望,那我也要实现愿望,许愿池,许愿池,我的愿望就是成为森林国王最强的怪兽,嘿嘿,现在我来看看我的愿望有没有实现呢?为什么没有呀?还是跟以前一样呀? 诶,小怪兽,你在这干嘛呢?啊,是佩奇呀,我在许愿池,这个许愿池怎么不灵呀?我许的愿望没有实现呢?哦,你许了什么愿望呀?可是只有心地善良的人对着许愿池许愿,才能成真哦 诶,心地善良,难道我心地不善良吗?你难道忘记了你以前总是喜欢欺负小朋友,小朋友们可不喜欢你了呢?哦,原来是这样呀,那我现在决定,以后我要做一个好怪兽,要做一个善良的怪兽,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喜欢我哦,同意的话就发送小红星告诉我吧 小姐姐姐,别玩了,别玩了,走走走,咱们赶紧去森林 嗯,白雪,怎么了呀,姐姐,我昨天在森林看见一个好大的苹果树,好多苹果呀,咱们赶紧去摘吧,要是去完了,肯定被别人带走了 是吗?那咱们赶紧去吧,于是白雪和贝儿赶紧出发来到了森林 诶,我记得这明明有一个很大的苹果树呢,这苹果树在哪呢?白雪,你确定在这吗?这不是游乐场吗?啊,这是游乐场呀,看来不在这里,走走走,肯定在另外一个地方 于是白雪和贝儿又来到了另外一个森林,他们看见了那棵苹果树 贝儿姐姐,你看,就是这个苹果树呦,是不是很大的苹果树呀?哇,这苹果树好大呀,赶紧拿两个,回家给母后尝尝吧 还好呀,那咱们赶紧栽几个走吧 很快,白雪和贝儿摘了好几个苹果,这时突然来了一个怪兽 诶,这不是白雪和贝儿吗?啊,有怪兽,有怪兽,救命啊,救命啊 白雪妹妹,不要怕,怪兽,你不许欺负我和白雪妹妹,快走 我没听错吧,不许欺负你们,这里可是我怪兽基地了 啊,这,这里是怪兽基地,完了完了,走走吧呀 姐姐,看来我们今天出不去了,那可不一定,白雪 小朋友们,你们能不能发送666,同志奥特曼哥哥,快来救救我们呢,拜托你们了 哎呀呀,贝儿姐姐怎么还不来呀 赌赌赌赌,我来了,我来了,贝儿姐姐,你怎么吃了这么半天呢 糖果店的生意太好了,我排了好几多队呢 好吧好吧,那贝儿姐姐,你快把棒棒糖拿出来吧 没问题,你看,我买了这么多棒棒糖,这可是森林王国最幸福了呢 快吃吧快吃吧,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哇,好甜,好好吃呀,贝儿姐姐,你也吃嘛,真好吃,真好吃 那我也来尝一尝 哎,美加美加,妈妈回来了 啊,妈妈妈妈,你回来这么早了 哇,要是妈妈知道我吃了这么多棒棒糖,肯定又要说我了 做个没有这么多棒棒糖呀 哎,美加妈妈,我和朵朵吃了一点棒棒糖 哎,你们两个知不知道,糖果吃多了是会长猪牙的,很疼的 你们两个还小,不能吃这么多糖果,记住了吗 啊,美加妈妈,这么可怕吗,还会疼呀 那以后我再也不多吃糖果了 对对对,妈妈妈妈妈,我也不再多吃糖果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可要记住哦 糖果不能多吃,吃多了会长猪牙,会很疼的哦 喜欢我们视频的话,可以跟我们点击关注哟 哎呀,我,我的心情就坏了 哎,坏了就坏了吧,就跟他扔进垃圾桶里面 重新去买一条裙子去咯 哎呀,我的棒棒糖也过气了,我也不能吃了 哎,把它丢进垃圾桶里面吧 哎嘿,走路走路,回家买新的棒棒糖去咯 哎呀,这个包装饭里面的东西已经吃完了 我要把它丢进垃圾桶里面 哎呀,回家找熊二玩去咯 买气,你老是不听话 你要是不听话,什么时候把你丢进垃圾桶里面去呀 哎呀,哥哥哥哥,你可不能把我弟弟垃圾桶里面 我可是妈妈的小宝贝哟 还妈妈的小宝贝呢 要是妈妈知道你这次考试只考了六分 妈妈呀,肯定会打你的小屁股呀 啊,对呀,我就考了六分 这怎么办呀 哥哥哥哥,你得帮帮我,帮帮我呀 嗯,没办法 回家只能给妈妈承认错误呗 评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平时考试考多少分呢 可以评论告诉我哟 我家弟弟呀,实在是考得太差了 哎呦,去给我的大孙子买点好吃的去咯 哎呦,哎呦,不要,不要,不要,快跑,快跑,快跑 哎呀,这谁把我给撞倒了呀 哎呀,哎呦,好疼呀 哎呀,我这是把谁给撞倒了呀 哎呀,不管了,不管了,快跑,快跑 老爷爷,老爷爷,你怎么了呀 别着急,我把你扶起来,你没事吧 哎呦,哎呦,爷爷的腰好疼呀,好疼呀 哎呀,老爷爷,这是咋回事呀 你刚刚打躺在地上呢 哎呀,我也不知道呀 刚刚一晨风就吹过去,把我给吹倒了 老爷爷,不会是谁把你给撞倒了呀 哎呀,你这么说 好像真感觉有人从我旁边经过 哎呀,我记不起来了,记不起来了 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给撞倒了 哎,也不知道是谁把老爷爷给撞倒了 撞倒了也不知道,服一下 要是被我知道了,我肯定好好教育教育他 哎,有啦,我知道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肯定知道是谁干的 你们要是知道是谁把老爷爷撞倒的话 你们就点击小红星评论告诉我 我呀,就把他撞过来,和老爷爷道歉 要讲杂金蛋了 我今天准备了一些礼物 想要送给今天路过的人 如果打开的话,肯定有惊喜 他们肯定会喜欢里面的礼物的 那我就在这儿等等,有没有谁路过 快来选快来看啦,要讲杂金蛋啦 哎,贝儿公主,白雪公主,灰姑娘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呀 啊,奥特曼哥哥,你怎么在这儿呀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呀 这个呀,是我准备的金蛋 里面可有礼物哦 你们打开肯定会喜欢的 真的吗,杂金蛋呀 哇,真是太好了 贝儿姐姐,灰姑娘姐姐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 是啊是啊,要是能砸到我最想要的 那就更好了 这里面肯定有你们喜欢的 要不然你们来试一试呀 好呀好呀,那就我先来挑一个吧 我挑一个这个灰色的吧 我要最喜欢灰色了 那我想想,那我就挑一个蓝色的吧 蓝色的看上去还不错呢 那我就做蓝色的咯 姐姐都挑完了,那就剩一个了 那我就要这个吧 好啦,公主们,你们都天要选好自己的礼物了吧 挑选好了,挑选好了,奥特曼哥哥 现在我们可以打开了吧 可以可以,打开之后你们肯定会特别喜欢的 嘿嘿,我呀,好期待我这里面是什么礼物呢 那就我先来吧 我要看看我这里面是什么呢 啊,是高跟鞋呀 哎呀,这高跟鞋我已经有一双了 嗯,不是我最喜欢的 哇,白雪妹妹打出来的是一双高跟鞋 这高跟鞋我一直都想要 没想到白雪妹妹都打出来了 那我也希望我的里面是一双高跟鞋 那我就打开来看看是不是我想要的高跟鞋呢 打开 啊,怎么是一条玩具小狗狗呀 我一点都不喜欢玩具小狗狗 哇,贝尔姐姐的是玩具小狗狗 哇,好可爱呀 我最喜欢小动物了 嗯,我也喜欢小狗狗 不知道我这个打开是什么礼物呀 我多希望是一个小动物呀 灰姑娘,看看你的是什么礼物吧 好好好,那我这就打开 我看看我的是不是小动物 啊,是一条裙子呀 嗯,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裙子 哇,灰姑娘的是一条裙子 那个裙子好漂亮呀 也是我最想要的 哎呀,没想到在灰姑娘姐姐那儿 灰姑娘,灰姑娘 我能不能用我的高跟鞋和你一起交换呀 哎呀,白雪妹妹 我又不喜欢高跟鞋 我不想跟你交换 啊,这怎么办呀 白雪妹妹,白雪妹妹 要不然我和你一起交换吧 我可喜欢你那双高跟鞋啦 贝尔姐姐 我不喜欢那条小狗狗 我不要和你交换 我喜欢灰姑娘的那条裙子 贝尔姐姐 要不然我们交换吧 我喜欢那个小动物小狗狗 啊,你喜欢这个小狗狗呀 可是我不喜欢那条裙子呀 我不交换不交换 好了好了 公主们,你们别再争论了 要不然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吧 哎,有啦 你们可以这样交换呀 那奥特曼哥哥 我们就怎么交换呀 你们呀,就看好了 我这就来帮你们交换 你们一定能换得你们喜欢的东西的 白雪公主喜欢裙子 那么把裙子换给白雪公主 灰姑娘喜欢小狗狗 就把小狗狗换给灰姑娘 高跟鞋就是给贝尔公主啦 看,这样是不是就换得你们喜欢的东西了呀 对呀,对呀,奥特曼哥哥 这样分了下来 都是我们自己最喜欢的 奥特曼哥哥,你可真厉害 嘿嘿,你们换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啦 对了,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我刚刚打开的是什么东西吗 如果是小狗狗的话 就发送数字1 如果是高跟鞋的话 就发送数字22 如果是裙子的话 就发送数字333吧 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击关注哟 好 好 好